一般如果你從前面的走速去把最尖盤移除 這個你可以想像它本來是有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是有軟骨墊片 這個軟骨墊片它會有一個正常的活動度 可以往前彎後去旋轉 當你把這個軟骨移除以後 這個高度勢必會塌陷 那對病人的症狀來講是不利的 它可能脖子的活動會受限 它可能會有疼痛的症狀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有一個墊片去支撐原來軟骨的空間 目前來支撐這個空間大概兩類的材質 一類是塑鋼材質 這是所謂的人工骨 放置放進去以後 它可以跟自己的骨頭融合 長在一起 這個時候它就變成一個固定式融合的一個墊片 另外一類就是跟現在所示範的這個 它是一個活動式的關節面 上下各有一個骨頭融合處 跟上下的骨頭融合 跟上下的骨頭融合 那中間是一個關節面 所以自放以後 它可以維持沾到穩固 前須後腺 後仰或者是旋轉這些空間 在報告上 當然對病人的頸部的痠痛 或者是長期以後 引起臨近結 退化的比例都可以減少 在活動追尖盤最重要的禁忌症是不穩定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關節面 所以當它的退化太厲害 穩定度不好的情況下 它有可能放置置入以後 它不穩定 它會滑動 會變成頸部痠痛 或甚至更嚴重的併發症 都可能發生 這是最嚴重的併發症痛 那其他相對的禁忌症 就是骨齒太厲害 或者是它的高度 椎間盤的高度已經降低太多 這個時候就算你置入這個人工追尖盤 所獲得的它的活動的角度也會受限 但這個叫相對的禁忌症 就是沒有一定不能放在旁邊 可能得到的好處也不是那麼大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所謂固定式 就是要骨融合式的人工墊片 外面這一圈是一個人工素質 它是一個骨的成分 它的硬度跟自己的骨頭差不多 中間有一個空洞 是讓我們置放人工 所以手術的時候 我們從前面把這個打進去以後 這一塊墊片會讓上下跟上下的骨頭長在一起 所以三個月後 甚至更久之後 就會形成完全融合的狀況 缺點就是上下的骨頭之間的 關節的活動度就會幾乎完全上市 假設這兩節固定以後 力量是不是都是傳到上面跟下面那一節 所以在統計上 大概會增加20到30%上下節的推廣 就多年 目前的設計有相當多種 材質上主要是有幾類 這類是最常用的是健保有幾部的 健保美肚褲還所謂一種是搭進處 當然它的特色是細菌的密度 所以在一些感染的病人 我們大概就建議使用打進去的墊片 然後號稱可以增加那個骨頭的融合率 甚至還有一個設計是 融合以後 它也可以維持一點點活動度 跟人工關節的設計不太一樣 但是價錢上這些就都沒有進見 多萬個人化一家 如果цій stolen,原來是這種務 我們應該可以那麼多多zan 它兒童想會用手和三好 尤其能ots 中間 роз的